通常病毒的變化都是變向殺傷力低 因為殺傷力高連宿主都殺了 他一樣遲早清零 剛剛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 裡面關於房地產都有口風上高的轉變 即是《住房不炒》這四個字 其實就突然消失了 譬如台灣問題搞到很僵 分分鐘會出現戰爭狀態 一出現美國就快惡化的時候 最後被人凍結資產等等 看看風險有多大 你不可以太數字化去看投資 整個大環境是不同的 經濟都頗差但樓市仍然是折折上升 Cash is clean 已經過去了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身邊有詩生和浩德 這個場景有點不同了 因為之前都在我們中原的新辦公室錄 這次是詩生的新辦公室的房間錄 所以大家看到背景就是詩生老師的一幅畫做背景 今天我們講一下話題 可能先由變種病毒開始 Orbicom 之前很多人會擔心變種病毒 會否令到疫情又再一次嚴重了 其實股市也曾經有一個反應 但至少官符現在的數字 影響又不是很大 兩位怎樣看呢 認為究竟證明了疫症可能是接近尾聲 還是真的有些大些風險在後面呢 先說一說 先說一說 現在最新的病毒 上一次大家擔心叫Delta 今次叫Omicron 名字其實也有些值得說 就是我們本身就是用希臘字母去排序 排序到最新的兩個 我們跳了下來叫Omicron M和U我們都跳了 但是這個大家說回病毒本身 在過去一兩個星期突然間出現的 就在南非那裡開始首先發現 接著全都甚至乎 有一部分旅客來到香港 都發現有這樣的病毒情況 大家擔心會不會令到 我們本身預期 即是現在有疫苗 有口服疫的這些醫療方案 其實都沒有辦法制止它 令到可能大家預期的 即2020年2021年 會不會是來近一年都仍然是受過疫情影響呢 不過在這段時間 這幾星期其實無論是藥廠也好 或者各地政府都開始說 其實暫時的研究就發現 第一 這個病毒的特性就是高傳染性 即是說因為它的變種是比較快 以及能夠變種的 即是比較科學這樣說 因為它能夠變種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就會令到傳染性比較高 不過似乎那個好消息就是 第一就是它的殺傷力 就是比之前的變種病毒 即Delta 是會好一點的 就是說傳播力高 但是殺傷力會低 第二個暫時的好消息 似乎就是大部分現在 我們研發出來的疫苗也好 口服疫若 其實對這個變種 暫時來說都應該是 雖然那個效用是會降低了 但是仍然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所以我想這個去過一個禮拜左右 市場就有對於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非常之不認識 到現在似乎大家可能相對認知到 可能是那個嚴重性可能就比較受控 那麼市場就開始有少許 衰弱一點 這個不同的病毒的出現 我認為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是有密切關係的 因為通常基因變異 都是要在繁殖的時候出現 與病毒共存 即是引得它傳染 在傳染的過程中 在不同的人的身體裏面 因為它要在人的細胞裏面的基因 才可以繁殖到 在複製的過程中 出現的變異的機會是大的 即是如果你說大陸用清零的方式 即是你連它生存的機會都不給它 它都沒有辦法生存 沒有機會變異 但西方是引它不斷地繁殖 每繁殖一次就出現 已變的機會會多些 所以我相信如果繼續行與病毒共存的話 它是時不時都會有變化 通常病毒的變化 都是變向殺傷力低 因為殺傷力高 連宿主都殺了 它一樣遲早清零 消滅人類 你就不能在人類身上生存 所以很多病毒都是殺傷力低 但病毒的演變過程中 它一定是想辦法對抗疫苗 對抗人的抗體 所以病毒傳染性會快 殺傷力會低 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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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一整整一整整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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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是不是可以變成全球都用的策略 我想西方打了疫苗問題不大 現在最大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落後國家 未打疫苗 未打疫苗,他們被傳染的機會多了 另外,現在西方國家打疫苗都阻止不到他們傳染 只是阻止他們感染重症 第三世界可能要付出代價 可能他們那邊重症的人數會增加 實際上第三世界的疫情 我認為現在的傳媒報導是不足的 我覺得有很奇怪的現象 印度的醫療狀況、衛生程度 比其他地方應該弱 但14億人口感染更少 比美國更少,比英國更少 歐洲的小國 我相信他們可能沒有報導出來 最初疫情開始,印度多嚴重 又消失,又在路邊 現在沒有報導 所以實際上 我擔心那邊的情況是更加嚴重的 可能大家已經盲目了,沒有什麼報導 其實情況都很嚴重 但隨著變種病毒感染性高 但影響低 會否代表這個疫情去到尾聲 明年可能會比較早完 可能上半年已經完結了 大家回歸正常生活 如果我剛才說 病毒的演變,都會減少殺傷力 就有這個機會 問題是,如果突然間有一次的變異 是意外,變了一些恐激的 可能又要收縮政策 只是這次,都有一些國家是收緊了 一收緊你的經濟,亦都會受影響 但整體來說,一些主要的國家 例如美國、英國 基本上它都是政策不變 繼續當它流感就算了 如果這樣,他們之間的商業交往 亦都可以正常 但是,有個風險在這裏 你會否相對樂觀,夏天經濟 甚至甚至股市都會更好 因為我們已經接近年底了 其實我覺得,疫情經歷了差不多兩年 由去年年初,一月開始爆發到現在 第一個時間實在太長了 所以,早期對大家的生活影響大 隨著現在,大家對疫情的判斷 除非有些再特別的情況出來 就是,同時間我打了疫苗之後 其實就是,在香港我們最貼身的感覺 譬如說,商業活動 可能最近一兩個月 我自己發覺是多了很多的 當然,因為政府的指引下 其實有部份的社交活動開始多了 我們的確沒有社區病毒存在 我們都是輸入的病毒 所以,那些人已經警惕性少了 眼睛大了 那就活動多了 不過,香港的問題就是 跟外國的交往 依然斷絕了 我有支持一些樂團 我聽他們的問題就是 你要請一個國際知名的樂手來 他要隔離 他要隔離21天 你本來請人家來回生日就解決問題 或者你演出兩場都是10日8日 10日8日,你要隔離21天 你給不給那21天隔離的報酬? 沒有,他就不來 有樂團就負擔不起 這是藝術上的交往 商業上,一樣是很多問題 譬如美國商會說 很多人要來香港 沒得來 或者來的代價太大 他就去了新加坡 去了其他地方 去了韓國、日本 對香港的商業是影響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有一個實際沒有實的需要 就是大家可能沒有去旅行 大家商業上高過一段時間 即使你說用了很多科技的方法開會 其實都是累積了很多事情是需要處理的 我跟別人開會 我是想面對面的 直接一點 看別人的表情 現在開會的表情是萬半拍的 所以我想 大家一個大方向 希望在大家的健康著想情況下 儘快將一些必須的生活 就能夠叫做正常化 我想主觀地認為 因為始終經過這段時間 就由一開始 一個疫情 一個病毒對我們的認識是很少的 所以其實 當時其實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真是 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但是隨著時間多 其實現在 譬如很多的藥物 無論是口福藥或者疫苗 都是針對這個病毒 而研發出來 而現在對它的認識 都是比較多的 譬如說今次 所謂的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這個Omicron 其實在一兩個星期之內 其實無論是政府也好 藥廠也好 其實對它的了解 都已經比以前快了 以及拿力也好 所以我相信 希望不會 因為剛才說 青山說 病毒的變種 其實就是有很多的滑然性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去排除 不過我覺得 我們人類對這件事 其實那個反應 和應對 應該是會進步的 我相信應該 即使再有其他變種 其實我們應該會較容易面對 所以希望快點離去 讓大家的生活回復正常 股市上個星期除了因為變種病毒大跌之外 亦有少許關鍾蓋股市 因為上星期滴滴主動港會退市 在美國 然後來香港上市 但很奇怪的 中證監之後就有少許澄清 說其實還有內地企業 其實會去美國上市 兩位怎樣看呢 究竟內地的方針或政策方向 究竟真的會和美國切開 資本市場上市集資 還是還是有連繫呢 施生你怎樣看呢 我相信和中國切割 是美國的策略 就不是中國的策略 中國最多是被動地希望以後不受美國的策略影響太多 但是如果有得去美國上市 他也是會上市 因為你擇資 你都是想利用世界盡可能多的資金 你多些資金 你的利息、成本 又會輕一點 你能夠借動到社會資源的能力 也會提升 我相信中國是不會放棄 美國這個最大的資本市場 除非他覺得風險是很大 譬如台灣問題 搞到很僵 分分鐘會出現戰爭狀態 但一出現美國就快惡化的時候 你最後被人凍結資產等等 看看風險有多大 暫時我相信 不去美國上市 不是中國的既定策略 我怎樣看呢 很多人擔心 中概股會在美國排隊地走 所以上星期出現大跌 你以為這個機會大不大 或者施生所說 其實這個都可能是短期 甚至美國想做 但是中國不想做 其實我覺得在這件事上 其實是有不同的角度的 剛才阿施生說的一點 其實企業仍然想去美國上市 因為作為一個資本市場 美國當然在這方面是領先的 集資能力等等 但是現在就牽涉到 其實也不是一些企業作主的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就是 已經是有一點政治化了 很明顯美國就是 以他們一個叫做 Holding for an Uncutable Act 去有一個法例 它就說 假設那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不能夠交出那些所謂的審計的底稿 其實就有權所謂DQ它 就是要去除牌 這件事其實就是去年已經開始了 其實一直都發展 發酵了大約一年兩年 其實最近就已經立了例了 正式 在這方面其實很明顯就是 他們一開始本身的立法原意 就是對付一些所謂作假的公司 就是出狂劃的公司 但是發展到後段 其實已經成為了一個政治的籌碼 就是 寧告中國去談判關於這些企業 去到它那裏 在落地山巾就要問它批准 反過來其實在去年 大家發覺在中國的立場 其實都是比較務實一點的 就是覺得這件事純粹是一個 審計上雙方的監管問題 但是去到今年最明顯就是 剛才David 說的就是 滴滴上市出現了一個變化 就是今年中國政府似乎在看這件事 就不單單從資本市場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是覺得那個所謂國家的利益和安全性優先 譬如說 為什麼滴滴是會產生一個隱憂呢 因為它掌握了很多數據 這些數據如果很輕易地落在外國的政府手上 其實就覺得比較敏感 譬如說滴滴有些人開玩笑地說 例如高官去搭滴滴 然後你知道他們的行蹤等等 會不會構成一些危險的風險因素呢 我覺得似乎是中國政府在這件事上 在那個範疇比較敏感一些 所以所有人合在一起 就變成了其實整件事似乎比較複雜一些 不過暫時在那個跡象中會見到 至少我自己的判斷都是 在中美的關係 利利合合當中 其實無論香港政府也好 中國的政府也似乎是有一定的後續的安排 就是等他們 譬如說最新的香港政府也說了 關於第二上市就會有一定的放寬 其實這些放寬措施某程度就是要配合 假設有一大批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出現問題的時間 香港就可以接收得到 讓企業在那個上市地位 融資安排就不會因為太過受美國單方面的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整體現在都存在著一種博弈的情況 香港成為了後備的計劃 即是如果在美國搞不定的時候 都可以在香港幫他們集資美金 但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如果聽很多人說 涉及一些國家安全數據 就很大機會都不可以去海外上市 但如果普通企業在美國上市是仍然沒有問題呢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回答回剛才說 之前大家上個星期特別提到的VIE 叫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就是過往其實就不是一個很新的財務安排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中國法律有部分 對那個股東是有一個要求或者限制的 就是說部分的企業 部分的行業 只能夠是國內的人士或者法人能夠擔任的 就不可以有所謂外國的股東等等 但是有不同的行業實際上資本市場 又覺得很吸引 又容易給一個高的股值 但是又受制於那個股東上的限制 所以過往的這些安排就是 將上市的公司打包成一個所謂的VIE 就是它就不實際上擁有境內的公司的股權 或者是營運權 但是境內的公司賺到的錢 就會完全派息派到給這間境內的所謂的VIE公司 過往其實很多中概股都是用這個方式去包裝 能夠滿足到財務投資者在派息 或者在財務權益方面的要求 但是也都滿足到國內的監管的要求 可以多一些外國股東 是的 當然現在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以為是 究竟是否雙方對這件事有個意見呢 當然是中證監又走出來說 其實它沒有特別針對這些所謂的VIE 不過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其實現在你會相信所有中國公司 或者是中國有主要業務的公司 如果假設希望境外包括香港上市的話 我想比以往是會複雜了 可能現在最新已經在條文上說明 一定要經過了中證監批准了 才可以出去境外申請 難度會多了 當然在審批的過程 中國政府有什麼的考慮呢 就可能看回一路的立場 現在很明顯就是 想法是傾向於國家安全 網絡或者數據上的考慮 所以希望那些不太嚴重 應該投資市場影響也不太大 最後說到內房 近來出現了一個情況 即是繼續有內房 是出現疑似違約 譬如我們香港上市的街市業都停了牌 很多人都會擔心這個火燒烈還船 其實我們之前幾集都討論過 真的會越來越演越烈 兩位提斯先生可否更新一下 內地的情況 即房地產商是否越來嚴重 還是真的有機會影響更小 應該我認為到現在就告一階段 即是要打擊 都有一些公司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好像恆大那些花樣年那些 但是如果內房繼續被火燒連環旋 一直這樣下去 你是連中國地方政府的將來財政來源 都有問題 以及地方獻的債 都有沒有能力橫或者會惡化 我相信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它已經認為房地產公司如果需要錢的話 金融系統其實還要想辦法滿足它的實際需要 所以初初開始你的新項目可以貸款 現在差不多用新債來還舊債 都是容許的 目的都是想衝擊不會延展出去 所以我相信資金會陸續鬆 除了給發展商的資金會鬆 亦都是透過給賣樓人士容易貸到錢 是間接幫助發展商 現在過賣準天 市場上市場上多了一萬二千億 一萬二千億 一萬二千億 這些錢流到出來 錢又捐窿捐爛都會滲出去 我相信發展商最困難的時候 是已經解決的 最近有消息 佳紹義是談電數 佳紹義本身是7日 即早兩天有債券到期 曾經打算做一個所謂的交易 即與債券持有人談談 可否以新債蓋舊債 差不多是屢似噴遲一年 但是又談不成 這兩天就所謂停了牌 不過去到今刻最新的消息 就流傳 12月9日 是的 今時也流傳了 其實他可能在債權人的代表 又簽了一些保密協議 似乎是有些氣息的 當然這個星期佳事月 賣樓還債 其實都比較多新聞出來 不過我想承接剛才施生說 大方向在九月尾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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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都看到其實應該是政策方向上高轉了 最新甚至乎大家留意一下 剛剛開的中共政治局的會議 裡面關於房地產 都有少少口風上高的轉變 即住房不炒這四個字 其實就突然消失了 過去每一次都有提及這件事住房不炒 今次其實就似乎 專程沒有提及這件事 反過來剛才提及過 即安揭似乎是比較早就已經可以放出來 最近期的比較一些國企 或者優質一些的民企的企業 其實很明顯融資的難度 就應該是舒緩了的 但是當然部分真是本身有問題 似乎阿爺就不希望這次好像重複過往的經驗 每次大到不能倒就有問題 所有公司都救了 使得市場不能夠學習 今次我相信 總是部分公司不能夠生存 但是整體之前大家很擔心 那些所謂的市場或系統性風險 應該就不會出現 應該就是那些真是借突了 現在即使怎樣救也好 因為樓價多多少少都回落了 借到資產值的百分之一百 樓價一跌 你就不只百分之一百 你已經是資不抵債 那些公司想救也難救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只是借了八成九成 現在你又可以賣到樓 陸續應該那些公司就可以過關 借得最離譜的那些公司 如果沒有人特別願意打救你 你都很難翻身 我同意施生的說法 有幾間公司 你都不方便開銘 不過你明顯看到它的債務本身 周七真的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其實我相信即使政府在政策上高 是會放鬆的 都應該不會 未必會幫得到 還有我想某程度的想法是 只要大部份企業沒有問題的話 即使小部份企業 或者是過份進出企業出事 其他的內房公司 都有能力去吸收了相關其他的項目資產 這樣就不會對整體內房市場 產生太大的衝擊 所以綜合今日兩位所說 變種病毒就好一點 另外市場內房的問題未必會嚴重下去 最後就是整體來說 中概股問題也不會再惡化 希望跌了那麼久的股市 可以下次回來的時候 我們下集節目是再彈高一點的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喜歡我們Finance730的節目 like我們的page 或者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星期再見